香港警方星期日以催淚彈、水炮等 在尖沙咀等地驅散示威者 而示威者則以汽油彈還擊 警方在星期日晚間的新聞稿當中說 有蒙面的暴徒持續在尤尖旺多區 破壞和縱火 並在旺角及油麻地等多區 以竹枝和木板等雜物 捉成路障、堵塞馬路 警方還說一批蒙面的暴徒 在油麻地圍偶一名男子 使用他的頭部流血受傷 持續四個多月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雖然近期週末的一些集會和遊行的規模有所減弱 但是警民衝突的激烈程度並未有降低 在星期日下午 網民發起在尖沙咀、梳士巴黎花園舉行 追究警暴、守護民眾的集會 抗議警方暴力 集會的主題是 連繫穆斯林守護民眾與記者同行 定於下午三點舉行 不過在一點左右就錄了十多位黑衣的市民 在尖沙咀太空館旁的梳士巴黎花園聚集 現場就有幾十名的防暴警察戒備 並且截查至少一位黑衣的男子 在集會開始之後 部分集會人士走出梳士巴黎道 和尼敦道交界的行車證 大批防暴警員在場戒備 並且舉起藍旗和黑旗 警告會施放催淚煙 要求返回行人路 雙方進入對峙 最後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在場人士 雙方進入對峙 届除了 雙方進入殺旗